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唉 嘿 男后期 你怎么了 最近陷入了创作的低谷 哦 怎么讲 精彩 瞬息万变 把握恰当的时机和角度很难 说什么话 那天 妹子好漂亮 但我正在拍一棵树 上了茅木虫 当我回过生来 妹子已经走远了 而现场浅か 鳝鱼 培装 培装 从网上看到一些视频 我立马下单了 我想象这儿 这才是解决男后期问题的神器 老街快来好东西 哇好东西 佩颖君 什么好东西啊 收到Rylo的第一印象是精致 外观真心漂亮 比起那略蠢的Fusion真是小巧 而且干练不熟 全身三个按钮 一块显示屏 开机 录像开始停止 按这里 照相还是录像呢 按这里 完了 啊 什么分辨率 帧速率 快门曝光等等 就算你打开APP也没得调 APP里就一个选项 画质是选普通还是高 而第三个按键嘛 打开电池仓 嗯不得不讲 真是严丝和风 比较GoPro 来者不善 GoPro 你得小心了 有意思的是它没有WiFi 也就没有多余的电力消耗和设置 拷贝视频和调整相机 请兜连线 这点其实我挺满意 就是这线内随身带变调了 显示屏告诉你的信息极其简单 电力80% 剩余录制分钟数57分钟 所以你还能干嘛 按下按钮录像呗 好 打开APP格式化 好 打开APP格式化 所以最好看看兼容性网页 貌似对Sandisk的卡知识比较好 因为是360度视频录制 无所谓朝拉里拍摄 玩自己的就好了 Rylo出人意料的是 并不强调360度视频多么屌 大家都差不多 那么它的特点在哪里呢 听好了 据我总结 它就是一个拍完再创作的短视频制作力气 蛤 什么鬼 没错 短视频制作力气 广告说 魔法都在APP里 所以赶紧打开APP 连线下载 这边是Rylo上的 这边是iPhone上的 你看这速度 杠杠地 就是比WiFi连接快 然后你可以用人类能理解的方式 控制镜头视角 哇 真的很赞啊 语言就是 点一下 看这里 走 点一下 调整角度 看 再点一下 看这里 看 镜头摇起来了 接着来啊 点一下 跟踪它 哇哦 跟踪的挺不错的 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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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角度 点一下 看回来 有没有想起那谁的 over capture 哇 不经意之间 你就能完成创作 分享出去 继续旅程吧 这就是Rylo 其实Rylo也给你分享360度视频的选项 可是有这么好玩的再创作机会 谁会去选它呢 爱装文艺的女后妻 会拿她一路走走停停 一路发着小视频 关注她眼中的别人 快不快乐呀 哇 好开心呀 如果拿给了黑音君 那也就是我 BBT会是这样 今天我们就要试一下小米手机 是不是真的可以过炸鸡 Let's go 哇 这里为什么没有浮梯呢 那据我所知道 这个它应该是直接可以放上去就行了 什么都不用管 是吧 对 也不要紧 好 我们去试一下 再试一次 可以了 刚才呢大家看到这个方式呢 就是按这个按钮 这个按钮啊非常有魔性 好 你可以不停的按不停的按不停的按 如果你要做这个镜头的动画的话 你必须在分屏模式下 把两个镜头的动画都做好 然后再切换回来 这样才可以 如果你在画中画的模式下 你什么也点不了 那边有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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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座那边吗 那边 变牛鞋子 好好 是个好的 那我看得出来 平时对我们那么熟 是个好的 这种事情 大家都是 觉得是一张平常的小事啊 不要觉得说也都了不起 就这样 你好 这位美女我想采访一下你 嗯 你觉得你这种行为 是不是非常的赞啊 但是我觉得 好 谢谢 好 刚才我们也试了 小米手机的确是 可以过炸机的 没有问题 然而 当你把这个 交给摄影师 那么 我给你帮助 我告诉你 对你 我以为你不想 我的意思是 我给你帮助 你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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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帮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哎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另一个亮点 减震 说说说说说 就知道说 就你话多 比较一下 真的很牛啊 因为是360度视频 所以它不需要放大画面来牺牲画质 就能有很好的减震效果 而且它真的是针对GoPro的 兼容好多GoPro推荐 其实你已经很清楚了 这玩意儿基本上就是个GoPro Fusion 手机APP只能处理单个视频 并不能剪辑多个视频 所以它是合拍短视频的 像BBT和大片都得在手机上搞好 再输出给电脑剪辑 如果直接烤到电脑上是这样的 如果你导出360度视频 也就是斩屏的视频 再引入最新版的FinalCat Pro X 你也能愉快的玩耍了 你如果要愉快的使用Rylo 第一 别拍长了 短视频 短视频 第二 随身带线 第三 保证手机有电 有空间 还有流量 第四 多带两块电池 我们实测 它的续航和GoPro差不多 四五十分钟吧 想边充边拍 嘿嘿 对不起 不能录制 360度视频的优势 在于你不必刻意朝某方向拍摄 而劣势就在于不容易后期剪辑 还有知识的分享平台有限 而Rylo 从另一个角度去省视360度视频 再创作 嗯 这个想法很不错 专注 APP操控体验也很牛 但是 我依然要告诉你 现在它并不值得购买 画质太炸了 它出来的画面放手机上看还好 穿到电脑上你就傻了 只有1080P和GoPro画面比一比 立即明白什么叫掉了它 30帧 别想慢放啥的 暗光环境就是个垃圾 照片是个6K的全景照片 并没有多大的亮点 声音倒是能收 不过经常一次收掉 这个小米手机是可以进地铁 接缝出也不可避免的十分明显 想拍一个摇起来的延时镜头 哇 来吧宝贝 只有拍个视频来个16倍快放 从早到晚 哦 哪来这么大的卡和电池的 其次 自身不防水 必须戴套 GoPro5开始 轻松秒他 鞋带放置时你都得尽量保护镜头 GoPro比它随意些 最重要的来了 价格 499美元 我在美亚上购买 税金高达1300元人民币 整机4800元 再想想画质 嗯 打扰了弹幕 护体了没 此外更奇特的是 你得有个iPhone 连线的 没WiFi 记得不 好像安拓版的也快面试了 不知道是只换了根线 还是连机器都换了呀 如果这些问题对于你都不是问题 那整一个像我们这样玩 还是相当有趣的 至于GoPro Fusion嘛 是不是看到Y楼面试 正考虑回炉再造的细节呢 佩英君 我终于知道怎么解决上一次的那个问题了 我就说吧 好东西是不是 下一次啊 我就躲在这个树后面 当那个小姐姐走出去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这个毛毛虫 和那个小姐姐 都拍到了 那毛毛虫不在树后面 在前面怎么办 不知道 去 大家快去官网投票 谢谢 支持上周产品得票情况 这是众养网友 恭喜 bilibili掉粉军一天掉粉了吗 总结了苹果标的用处 雷总真是圣谋远虑 YouTuber Kevin唐 你说的没错 我们就是一群神经病 Thank you 淘宝评论中奖的五个小伙伴 在这里加群人微博 私信他 奖品送给你 淘宝评论上个电视 问问号 TB8246977说 好吃 嘿嘿嘿 吃点 吃点 上 啊 啊 啊 好 好了 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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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